你 是不是 坐 妈妈送走了 谢谢你啊 林医生 没想到你演技这么在 聊聊你的治疗方案吧 根据你的各项检测结果来看 目前最有效控制住 肿瘤的方法就是化疗 除了化疗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你的CED20检测结果呈阴性 靶相药物不适用 所以只能采取传统化疗 就是 一定要受罪啊 根据用药和体质 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 你这么年轻 新陈代谢又好 我 我去化疗室采过点 里面出来的人 化疗呢 会杀死癌细胞 但是也会杀死大量的正常细胞 就像你看到的 有些化疗患者会出现脱发 咽石 呕吐 白细胞降低 免疫力下降 但是化疗目前是针对淋巴流最有效的手段 而且临床有百分之五的化疗病人 对化疗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副作用反应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 可是一旦开始化疗 我怕我再也不会是正常人了 经过几个疗程的化疗 如果效果好的话 恢复正常人的工作和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记住一定不能太劳累 不是 我是说 我肯定会变丑的 与其丑陋地活着 不如漂亮地死去 你不会觉得我这个想法特恶俗吧 不会啊 挺 挺乐观的 都要死吧 还乐什么不管 不过我觉得你既然有这种不惧生死的魄力 那 化疗以后应该也不会变丑 毕竟 像游新生嘛 你天生体子又好 真的 你干嘛 有事啊 没事 老师 换着第一位 那个 不 我先走了你了 拿 你得尽早做决定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我妈说呢 谢谢林医生 老师 现在我能说话了吗 我要改一篇报告 你不着急 等我十分钟 那么主任现在是 这些部分要是越来越生动火迫 啊 嗯 咱们 这些转眼 这些 Eldo是的 感谢观看